小孩子很常會有一些童言童語 會讓人覺得怎麼那麼可愛 可是他有時候會被講一些話 讓你覺得可恨 哭笑不得 就是怎麼會講出這種話 因為我自己有小孩 然後所以最近我常常就會問菲菲說 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 因為它好像有點便便的那種 便便味 他就會說 重點他今天聰明到會接下一句 只是放屁啦 不是 他現在還放尿布嗎 就是睡覺的時候 偶爾 但是他現在已經戒尿布 那麼厲害 他現在就回說 他現在就回說什麼味道 是你的吧 他有時候說爸爸放屁 對 放屁 對啊 放屁 就是類似這樣 最怕這一天就是他如果小孩 就是在公共場所跟我說 媽媽你放屁什麼那種 我真的就是覺得 會翻臉 對 就是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有時候 你要也要說爸爸 對 對 有時候你跟他說 你不要這樣講了 他會說為什麼 為什麼不要講你放屁什麼那種 對 更丟臉 對 因為有些小朋友是控制不了 對 他那個第一時間反應 你會覺得非常好笑 而且有些小朋友他講話很成熟 就像個小大人一樣 小大人 這種是有時候最難產的 對 他會跟你講道理 講道理的 後來了 我女兒就是 因為他從在我肚子裡面到現在 就是我每一天晚上睡前 都會給他講一個故事 所以我們家買了很多的故事書 放在書櫃 他每天晚上就會自己拿一本 然後叫你講這樣子 然後但是因為我自己本人 很愛表演的個性 所以我每次在講那個故事的時候 我都會自己融入模仿 然後語氣 對... 我就會這樣子 然後我女兒從小就非常喜歡聽 她有時候你懶得模仿 她會說媽媽 沒有 你要學巫婆講話的那個聲音 還要叫你再重講一次 巫婆怎麼講話 就是 白雪公豬 就這種 妳那是戲劇嗎 我講這麼像 對 她可能就是會逼我模仿這樣 對 然後可是她現在已經快五歲了 有一天就是我一如往常 就講故事給她聽 然後我就講得很起勁 那天特別有勁 我就學那個大野狼 我說我是大野狼 我女兒就突然打斷我說 媽媽妳可以就是不要做表情 不要模仿嗎 我說怎麼了 妳不是最喜歡媽媽模仿了嗎 她說因為妳這樣我有點尷尬 不是 什麼尷尬 妳才有什麼事 妳尷尬 她已經懂字了 所以妳是什麼青春期嗎 妳覺得媽媽不屑了是不是 而且旁邊也沒別人 對 沒有別人 就我們兩個 她說她有點尷尬 她要替妳覺得尷尬 對 她替我覺得尷尬 我傻眼 我已經開始懂了 懂了那個害羞的一些 懂得那種情緒的區分 而且我覺得 每個小孩子的個性都不同 有些是那種所謂的那種交交情 但我的大女兒 因為她是處女座的女生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個小管家 她什麼事都要管 雖然她才一歲八個月而已 但她什麼事都想管 所以家裡從客廳到臥房 到廚房到浴室 她每件東西都要經過她的認可 就是她要寫價單就對了 所以就是大大小我都要管 甚至最近她喜歡管一個東西 就是管我們出去 管我們穿的衣服 你說小孩子自己會 挑自己的衣服 這很正常的 因為說還挑不同顏色的鞋子 跟襪子 那個她 什麼你喜歡 OK 我不在乎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你不要管到我 對不對 她現在是連爸爸的穿著 出去的穿著她都要管 然後我的褲子 褲子她選得還不錯 是個牛仔褲 我說好 爸爸穿 然後後來她又跑進去很開心 就拿了一件T恤來給我穿 當場我看到以後我就傻眼 因為那件T恤是她媽的 妳怎麼罵髒話 咪咪的 那你知道咪咪的尺寸跟我還差蠻多 因為咪咪是那種集賽 那種小隻的 那我們那是大隻的老這種 大雞雞男的這種 雞肉男的那種 誰哪裡雞肉男 所以我最近都來練 都是雞肉男 所以會很不對 我說不是不是 這不是爸爸 我就跟她講 那個爸爸穿不下穿不下 就說要要要 就是一定要你穿 不行 不行 不能穿 爸爸穿得很丟臉 要要要穿 就硬要逼你穿 然後就坐在那邊這樣 一直哭一直哭 就硬要你穿就對了 那沒辦法怎麼辦 爸爸為了女兒 什麼事都能容忍 就算我半醜我都OK 所以我真的就那個口水一吞 就穿了下去 然後帶她出門 重點是帶她出門 帶她出門以後 我就要忍受 世上這些 各種人異樣的眼光 可是這很適合人耶 這根本是Billy姐的衣服 對不對 你看這種爆紋還彩色的 妳那表情感覺好像滿驕傲的 妳明明就很喜歡這句 沒有很驕傲 但是回來以後 你自己很驕傲 剛剛還 你瘋了 我自己是很開心 但你要想像外面的人的眼光 是怎麼樣的 然後重點是 我們內湖內區 真的還滿多藝人 然後好死不死 而且你這麼好認 對 又很好 因為我自己帶光就很好認 所以就到處都遇到一堆 什麼像中平哥 皓然姐 然後那天還遇到了 潘慧如 誰都遇到 然後中精靈也遇到 就那天當你在 想要穿得很奇妝衣服的時候 莫名其妙就會遇到一大堆 奇奇怪怪的藝人 所以那時候 什麼叫奇奇怪怪的藝人 奇怪的藝人 就遇到一些很熟的一些朋友們 就會讓你覺得很丟臉 所以真的 女兒們 不要再幫爸爸挑衣服了好嗎 小可能 我自己遇到 去年我們是去一局掃墓 然後在掃墓的時候 因為哥哥已經夠大了 我就覺得要帶他們去看看仙人 尤其是看了可可葉 看了可可葉走回之後 你就覺得 掃墓是一件多重要的事情 然後去了 那當然就大家就跪在地上 那我就會燒金鑽銀鑽 然後爸爸就在燒美金 新台幣什麼的 有這種東西 有啊 你不知道 什麼都有 然後環保的 然後就在燒它燒完之後 哥哥就面咬凝重 就走到爸爸的旁邊 然後就這樣 一直在看著爸爸在折 折...他這樣子 爸爸 賺錢那麼辛苦 你為什麼要燒掉 你知道 在那瞬間 大家都傻眼 然後講說 這要怎麼跟他解釋 因為你真的很怕解釋不好 他以後 從你錢包拿出來的錢 他就燒了 因為他就是新台幣 所以我就說等一下 純純你看 這上面有寫一行白色的字 而且你看它只有一面 因為我買的時候環保只有一面 所以我就叫 這個是可以燒的 媽媽錢包是不能燒的 所以你要跟他講 因為他有時候小大人 他是會成立在自己的氛圍裡面 最近小大人一件事情 我真的是全家 我那個飯都還好 還好那個飯沒噴到我爸的嘴裡 我們全家人在吃飯 然後家人一定會用刀子跟 小剪刀跟刀子還有叉子 妹妹就想要用刀子跟剪刀 然後哥哥就說不行 妳就不能用 然後妹妹就說為什麼 為什麼我就要用 為什麼爸爸媽媽刀行 為什麼我不行 然後哥哥就說 長大妳就可以用了 為什麼...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長大 然後哥哥就說 跟妳講長大就可以用了 爸爸媽媽都死掉的時候 我們就長大了 我跟妳講 那瞬間 我跟爸爸來了 我們看最後一天 不知道哪一天會死到 到底信不希望他們長大呢 他講得很對 對 然後他看到 他看到我們定格之後 他就看一下我們說 爺爺也死掉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長大了 爺爺原本沒事的 爺爺也中槍了 我可能我們完全長大比較好 接下來的半個小時 爺爺也開不起玩笑 筷子一放 吃飽 尤其死 老人家 糟糕了 糟糕了 但是就是小朋友的時候 講話你真的覺得說 你也不可以跟他講你不對 或是他會問你說 你為什麼不能死掉 他會反問你 對 你如果沒有糾正他 下次會說你長大... 什麼 你沒有死了是不是 會接錯話 我覺得小朋友 小大人 有一些是會讓你很驚訝 而且很感動 像我第一次覺得小石頭 像大人是大概三 四歲左右 那時候我們很常很忙的時候 就把一隻手機丟給他 可能會看巧合我或看其他的 那有時候不會調整 他就會跑過來找我們 要調那個字或什麼 我有一天跟我老公在吵架 我就哭 我就躲在棉被裡面哭 就有點委屈在這邊哭 也沒有哭出聲音就蓋著 結果我小孩要跑過來就是說 媽媽 他就把棉被拉開 你知道我跟他兩個人就拭目相望 但是我是眼睛紅的 然後眼淚又在哭 然後又很尷尬 然後我又沒講話 然後他說 媽媽 我跟你說 你看 這東西就是這樣點 他本來其實是要來問我問題的 可是他看到我哭的那一瞬間 他馬上瘦起來說 你看這個東西 你就這樣點點了之後 他就會跳出來 很可愛吧 安慰 對 就是他在轉移 很尷尬的那個氛圍 然後就說 我說 好 我知道了 然後後來他說 妳先不要吵我 他說 好 然後就把我蓋上去 然後他就走到廁所裡面 然後爸爸就在廁所裡上廁所 他說 爸爸 為什麼媽媽在哭 我就聽到他在叫做 為什麼媽媽在哭 他說 有嗎 媽媽有哭嗎 他說 有啊 剛剛我去找他本來要挑東西 我就看到他在哭 然後他說 我等一下就去看媽媽 你現在就給我去看 就是他馬上就是有一點 就是好像我男朋友的那種感覺 會不會以後大人打爸爸 不是 前世情 你應該不至於 你應該不至於 恐嚇而已 對 就我心裡 我就覺得說怎麼會 那時候是我第一次覺得他很成熟 而且他居然會轉換那個 哭的那種感覺 然後來安慰你 像有一陣子就是我很胖 然後他就是會一直就是 爸爸會講說 你肚子有點太大了 然後他就說 他就抱著我肚子 就前面肚子 後面屁股 不會 我就說 還好 然後這樣你就不能接受了 就是他會去跟我老公講 好棒 好好的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小孩 只要遇到生死的問題 還有那個就是媽媽哭 我覺得有一種小孩就會被負身 我兒子就 真的 我兒子在 只要遇到這種狀況 他就整個會換另外一個人 有一次 因為我兒子三歲了 對 三歲的時候 我第一次開始發現他被附身 是因為我就開始跟他講說什麼 就是有關於生死 因為我覺得應該要 這時候要適時的告訴他說 你要釋懷 有一天媽媽可能不在了 什麼什麼的之類的 他幾歲 我也會 才三歲 可是我因為我還是要 因為他會問 你看起來也不像短命的 你會唸 我沒有覺得會短命好嗎 不是 三歲太早了 你大概也要等到我六歲 他比較稍微懂事 我知道 因為你知道 小品乾媽媽本人是一個 很容易觸緊傷情 然後我就會講 就是有關於生與死 然後我也想念我媽媽什麼的 然後我就講著講著 我就眼眶泛淚這樣子 然後小品乾就 他就真的就這樣安靜下來 然後眼眶就開始打轉 眼淚就在他眼眶裡打轉這樣 然後我本來沒有這麼想哭 看到他開始這樣子 眼淚打轉的時候 我就哭出來 媽媽有一天會離開你什麼 我就崩潰 三歲跟人家掛進去 對啊 你在那邊演什麼 那一支戲呢 不是 我不是演的 心裡面其實硬硬有多大 對啊 你小孩有沒有 媽 你三歲 我才三歲 你讓我能承受多長 你很小到處 沒有 媽媽 你不要承受 真的啊 忍不住 我有一次 第一次跟他談生死 我真的就忍不住了嗎 我就想到有一天 我真的要離開你 到底該怎麼辦 然後我跟你說 我這樣一哭 他就真的被附身了 我真的覺得他整個人變不一樣 他說 來 媽媽... 你過來 我們到旁邊去坐一下 我們還好好聊一聊 我想說 我就稍微擦一下眼淚 我想說你要找我聊一聊是不是 這樣 我就好 我看你要怎樣 然後我就 我就跟他到旁邊的沙發上去坐著 然後他就這樣拍拍我 然後就拿衛生紙擦 他看我擦了鼻涕的衛生紙 還要再拿來擦眼淚的時候 他就在把我手擋掉 他說換一張 他又馬上又給我再換一張 乾淨的這樣子 講究 對 然後 不是 他就是開始安慰我 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媽媽 妳擦完眼淚 我跟你說 人一出生就是面對死亡 只有睡跟死 就討厭不一樣 這太聖誠了 這太聖誠了 人要活的精采 對 就是人要活的精采 沒有 他沒有跟我講到這樣 可是他最後就是還給我收尾 他還說要收拾場面 他就跟我說 好了 不要再哭了 媽媽 妳今天看起來很漂亮 不要再哭了 我覺得這個小孩真的是奇怪了 就是他某些時刻就會感覺 好像他換了一個人的感覺 小孩有時候 就是你會覺得捉摸不定 而且小孩 你不要想說他很小 他不會做什麼事 像他前陣子他就在 是有一部就是黑豹嗎 他裡面不是一個什麼 鼻子碰鼻子代表什麼 或是哪裡碰哪裡代表我相信你 哪裡碰哪裡 然後我之前就有跟他講過一次 我說我們鼻子碰鼻子 代表我們很想念對方 或是說我很愛你這樣 你以後就不用跟我講我愛你 結果他那天去找悠悠 他就跟悠悠說 他就是薇薇 很小 他就跟悠悠說我們鼻子碰鼻子 等一下 妳兒子跟我女兒鼻子碰鼻子 妳看到了 卻沒有自製他 又覺得他太可愛了 就是跟他告白 然後之前我們去墾丁一起去玩 去環島的時候 他還約他蓋棉被看手機 我有帶影片 你在做什麼 奶奶在做什麼 妳看起來她是被我摔的 媽媽不會崩潰嗎 小可妳不會崩潰嗎 爸爸有崩潰 可是因為我女兒算是主動的 對 妳在笑的啦 妳在笑的 她看起來是開心的 妳女兒看起來是開心的 而且她會罵人 她悠悠會說走開啦 我女兒看我女兒都在照片 喂 又在做什麼 我是說她要把被子拉開的 女兒 女兒 女兒這麼主動是被妳穿媽媽 而且因為我小孩其實算被動的 但是她一開始是她小孩先主動 然後就會牽著她 然後去散步 然後去很遠的地方 超過我們兩個貓貓都 趕快拿來 對 她很厲害 我女兒超級厲害 我女兒會牽她 然後就是叫我們去環島車 我要牽她到墾丁的海岸邊 然後兩個坐椅子上面聊天 撿海星這樣 也沒有撿海星 但是就是一張白色的椅子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奇怪 就群組裡面怎麼會有些奇怪的照片 然後我就問Yoyo說 Yoyo 這是瑋瑋親妳 還是妳主動親她的 她就說 我主動親她的 然後這樣 我覺得是太開心的 海小孩 再大一點就回走心了 對 但是還好啦 如果在一起 她父母親至少找得到 會 會手心 有人負責 妹的小孩就兩個都一開始在搶水水 然後 真的 然後結果後來她有一天 因為本來大的搶 然後她有一天 因為老二就開始捏她 幫她捏肩膀說 這媳婦不會啊 這媳婦 我跟你講 大的就哭了 大的就是 對 就說不是認定 是我是水水的老婆嗎 所以我們友誼破壞 可能是因為兒女失禁 這麼小就會因為感情 對 很奇妙 他們就看隊員 他們就覺得 跟這個人比較小 我小時候 都在看什麼天線保護 你都男生沒有問題的 我會自止 截止 家長騎腳 騎腳 同言同語也會有這種 對 因為像我子女現在五歲 然後因為她最近很喜歡 就在家裡就是開她 那個玩具電動車 就是在家裡就是看 然後跟大家說 她說我要去上班什麼之類的 就小朋友不都很喜歡弄電動車 因為我們家其實就是有很多台車 然後我想說 妳這麼會開車 那應該對車有點了解 我就故意問她 我就問她說阿嬤開什麼車 她說阿嬤開大台金色的車 我想說還滿聰明的 我想說那阿公開什麼車 她說阿公開藍色的小車 然後我想說我妹騎機車 我就問她說那小姑姑開什麼車 她說小姑姑我知道 她開暈車 她上次開車載我 然後我就吐了 阿嬤說那個叫暈車 就是很好笑 對 永遠記得暈車 我小孩也是哥哥 因為同言同語 差點讓我 差點讓我自己咬舌自信 在我的朋友面前 有一次就夏天我們在開車 我在開車 然後我朋友坐在我旁邊 因為是夏天 所以我朋友就穿背心 他是一個就 因為他也到我家 中間不會下車幹嘛 所以他穿得很清涼 就是大蛙型的背心 女生 對 女生 然後我兒子就坐在 沒有 我兒子就坐在後面 然後他是坐安全座椅 安全座椅有那個扣子可以扣上的 他是自己可以打開那種 然後我就開開聽到 咔咔的聲音 然後我就說 媽媽本人的反應就是 隨隨坐好 這幹嘛 一定是這樣喊 因為怕他違憲 然後他 通常小朋友聽到媽媽這樣凶 一定是趕快坐好 但我兒子就 擠到前面中間 然後就探個頭 然後就這樣看了媽媽一下 然後看了阿一下 然後又看了我家說 媽媽 阿姨為什麼沒奶奶 我就在那瞬間 你知道我看一看 因為要上基隆的快 跟那個快速到路了 我完全沒辦法停 完全沒辦法停 然後我就說 衰衰 不可以這樣子 沒禮貌 然後他就 因為我跟他講不可以這樣 但小朋友就覺得 他講的是對的 你為什麼要反過我 然後他就會再看 他會再檢查一次 為什麼沒有奶奶 然後我就說 我就當下靈機一動 我就想說 我不能失去這個朋友 然後我就開始我就說 衰衰 你知道嗎 媽媽 妳內內也大大的 然後就開始拍我胸部 我心裡就突然覺得說 突然覺得有點面子的時候 他突然又補了一句 不過裡面有裝東西 她就說哪有裝東西 裡面是真的內內 她就說 有 裡面有球球 我之前有看到你放球球在裡面 我就...